给老鼠抽一包烟 老鼠还能活吗 那我们都知道啊 抽烟是对人体就很大的伤害了 那么如果说我们给老鼠抽一包烟 你的老鼠还能活吗 我也很好奇啊 所以说我们要来试一下啊 这小白手怎么卖了 多拿一个 不要说了 你多拿一个 然后装拿来拿 然后这个呢 就是刚刚我装错了一个这个抽烟的一个设备 然后这是一个抽烟棒啊 然后一股呢 我把烟 我会把烟插到这个地方 然后我再插上电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就把这个老鼠放到这里 我我胆子还是非常小的 我特别害怕老鼠 你看我都不敢用手去 我虽然这个老鼠很可爱 但是老鼠它始终还是老鼠 其实呢 我房间的老鼠是很多的 但是我就是抓不住 我跟你们讲 其实我小时候我是最害怕这个老鼠的 有一次我在睡觉的时候 老鼠之前爬到我的脸上 就这玩意啊 它特别聪明 你找不到的话 我跟你说 然后现在这个老鼠呢 已经被我装到这个里面了啊 你们看一下现在有几点啊 我们先进食啊 先看一下几点啊 现在把这个气网给拆上 然后由于刚刚我们第一个做的这个东西啊 然后道具不行 于是我又重新又做了一个啊 因为我换点水平做了一个啊 我看能不能把它塞进来啊 你得咬我啊 你得咬我啊 进瓶子里 哦 它进来了 兄弟们 开始了啊 把这个给插上就行了 抽 OK 兄弟们 可以弄了 OK 兄弟们 可以弄了 好了 兄弟们啊 8分23秒 然后这只老鼠把一包烟抽完了啊 8分23秒 大家记住了这个时间 我们先把烟给抽出来 兄弟们 你们看 这里面的尼古丁 形容的已经全部发黄了 这小老鼠呢 也已经死了啊 杀死一只老鼠只需要一包烟的时间 8分23秒就能让一只老鼠 死亡 所以说你们说抽烟的危害是有多大 看到这个你们还敢抽烟吗 你们看 看嘛 我没想到老鼠会死 真的 我心里想这一包烟 差不多我一个星期抽一包烟了 我感觉我在慢慢的像死亡靠近 看到这个我以为我都不敢抽烟了 兄弟们 突然感觉虽然说它是一只老鼠 但是我心里面还是感 总感觉 心里面突然 等一下 我现在说话说不上来 我先抽烟一下压压镜 去呀 去呀